核武器在任何地方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它是当今世界威力最大的一种武器 所释放的能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而今天要为大家讲的就是一款由俄罗斯研制的核武器 这个核武器叫做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北约代号为SSCX-9 Skyfar 这种核动力巡航导弹 苏联早在冷战时期就开始研制和设计了 不过当时只是对着这种武器的一种构想而已 在当时并不具备制造的条件 不过当时构想的这款武器快要被俄罗斯研制出来 它具备无限长的航程能力 这可使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能规划出复杂的飞行路径 用来躲避雷达和拦截系统的进攻 并且它本身不装备核弹头 而在击中目标后却能造成毁灭性的攻击 这款武器还能够给对手造成一种战术威慑 因为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具备超长时间的制空时间 可在大气层上绕地球轨道飞行 拥有无限的续航能力 这种导弹犹如悬在一些国家头上的刀 因为这些国家并不知道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将会从哪个地方发起进攻 而他们的雷达系统不可能一直监视海燕核动力导弹的去向 除了这以外 他们还不能主动对其进行拦截 因为海燕核动力导弹本身就是核武器 如果将其拦截下来 坠落到一些地区 就会产生严重的核辐射污染 这就很让一些国家担心海燕核动力导弹的研制成功 而海燕核动力导弹的设计 有关专家称 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设计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是使用吸气式发动机 借助一小型核子反应器将空气加热 然后从喷口喷出 从而产生推力使导弹飞行 而第二种构想是采用热核火箭发动机 借助核子架将液态的氢燃料加热 之后以喷嘴喷出产生推力 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 最有可能使用的是第一种 因为在使用液态氢燃料也需要储存空间 等燃料用完就不可以再飞行 所以不可能达到无限距离的航程 但第一种是最有可能达到无限航程的 所以很多专家都认同第一种方式 不过这个计划的研制 俄罗斯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 才正式公开证实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项目的存在 并且称这个项目已经接近成功 并在8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段导弹飞出的视频 但这立刻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说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已经试射四次 没有一次成功 而且有关报道在2019年的时候 俄罗斯北部曾发生一次爆炸事件 说就是海燕核动力导弹研制失败引起的 这个事件顿时引起了各国的目光 一些专家称 这很可能就是研制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引起的爆炸 而且还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核辐射值的增加 有人推测这次爆炸最有可能是研制核电池引起的 因为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要装备小型的窝盆引擎 但是要想着启动引擎 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它 而唯有核电池才能在体积上更为的适合 这样才不会影响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体积和灵活性 但是这种采用核动力推动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会在飞行中产生大面积的核污染 这个结论还是美国在1960年研制这种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时候 当时命名为冥王星计划 这个冥王星计划在那时候就研制出了Torri-2A和Torri-2C 两种核动力冲压引擎 用来给导弹提供推力 但是Torri-2A引擎比较笨重 大小在15米以上 这个体积很是影响巡航导弹的灵活性 虽然Torri-2C小了很多 但也长达12米 并且美国当时还在铁轨上进行过测试 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发现 会产生核污染 并且制造的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美国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不过在这之前 美国研发的有一款核动力飞机 据推测 这种飞机的核动力推进器 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战略轰炸机 携带核武器在空中飞行很长的时间 能够为敌人形成一种核威慑战术 但这种核动力飞机有很多的隐患 在飞行的时候会产生核辐射 这就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但是美国对其加装了防护罩 但并没有用处 并且还为飞机带来了很大的重量 让它的机动性大为折扣 最后这个项目也就没有真正进行 而如今研制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也只是解决了引擎的大小 据专家分析 他们并没有彻底解决核辐射污染问题 而且有关专家还称它为末日武器 只有在殊死核大战中 才会不计代价的使用 不过俄罗斯既然公布了海燕的存在 很有可能距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就如现代使用的核动力武器 已经不在少数 例如军舰潜艇航天器上都有应用 不过现在为止 大多数都应用在水上武器装备 因为要使用核动力 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 这些热量可以被水冷却 而海上则是有取之不尽的水 就如俄罗斯在建造的95五星核潜艇 又被称为北风之神 95五星核子动力潜艇 它是目前俄罗斯潜艇制造工艺的最佳装备 在性能 俄罗斯更是声称 是当前服役的核子动力导弹潜艇中最好的 而这款北风之神潜艇的研制 当时共耗费了6000亿卢布 让我们看看它的系统参数 挺长170米 宽13.5米 潜航深度在480米 它的舰体结构使用的是混合可体 水面排水量在14720吨 潜航排水量为24000吨 它的最高航速能达到29节 它可装备16发射程为1万公里的R30圆锤导弹或SSNX30弹道导弹 除了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艇 还有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例如福特号航空母舰 它于2017年正式服役 可以说福特号是海军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第一艘 它拥有全新的设计和先进的系统 例如使用全防卫自动搬运车 自动化弹药库技术和自动的挂弹机器人 而且福特号航母 它也搭载了很多的先进武器 例如搭载激光武器 改进版的海麻雀导弹 除了这些还搭载有供养导弹 密集站进防系统 这些武器可以起到很强的防护能力 其上的舰载机将会达到75架之多 例如F35C闪电战斗机MQ25A无人加油机等等装备 从航空母舰的搭配上就可以看出福特号的战力了 而目前福特号部署在大西洋 成为大西洋舰队的一员 福特号航母全长332.85米 舰宽为40.84米 吃水深度为12.4米 标准排水量为101600吨 满载排水量为122000吨 最大航速超过30节 使用的动力系统为两台AEB压水式核反应堆 所以它具备无限的续航里程 除了军队武器装备外 它还可以应用在航天上 例如核火箭 它采用的是核电推进技术 利用核反应堆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勇于驱动离子推进器 或其他航天器推进的技术 可以说核能是一种双面的能源 它虽然有恐怖的杀伤力 但也可以为人类带来更多好处 这要看人类如何应用它 在这也希望大家要爱护环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